现场候选人叶竹林选前一周 进行本岛四乡仪式车队扫街拜票 所到之处民众纷纷鸣炮欢迎 叶竹林对于乡亲的热情支持 及警方大力协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叶竹林在车队游行前感谢150辆车队 民众自告奋勇参与鼓励 更有不少人士在中途加入 希望借车队游行将声势再提高 能以最高选票当选来为地方服务 今天是今年选举最后一个礼拜六 那我们今天举办车队代游行 我这方面的人气到最高峰 在11月26号的时候 能够赢得最高票 当选彭湖县县长 为彭湖的乡亲彭湖县县证 来打拼 为了避免车龙造成交通阻塞 影响乡亲 叶竹林采取两段式进行 在线道上所有车辆一次排开 进入社区时 则仅10辆车子进出 用这种方式 不但可以达到造势效果 也将影响降到最低 可以说是一个妙招 今天我们的队伍到目前将近130部车子 我们还怕车辆太多 这样子会不会造成糟通的这种不胜畅 所以说我们尽量在控制 但是支持我的乡亲 他们的热情 我们又处决不了他们对我的这个拥护 在这里非常谢谢他们 我们也提醒说 我们在这次的游行当中 会注意交通安全 尽量不要妨碍到 我们乡亲大家出入的这个方便 总部人员事先也曾两度踩线 由于做了充分准备 所以虽然是大型活动 但仍顺利圆满完成 叶竹林已翻转澎湖瓦兴沙 举办全岛车队大游行 到处烟火鞭炮起放 受到民众欢迎 警方全程引导回护车队游行安全 记者陈荣誉报导